欢迎回来 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今天前往翠山庄来拜会前总统李登辉 两人会谈将近有三个小时 李前总统还亲自送柯文哲离开翠山庄 其免柯文哲要做好市政 得谨记 谦卑 冷静 忍耐 三个原则 事先跟媒体预告会聊很久 柯文哲来到前总统李登辉住所翠山庄 请义台北市镇 医疗就是近三个小时 傍晚五点前 李登辉牵着柯文哲现身受访 谦卑 冷静 淋奶 这样是起床才会好学 最后我还要说十九个 这市政是挺难过的 意见讲这个 李辉也就照顾 这应该是第七次拜访李总统 所以教我很多 我想是总是医院还被遇到很多问题 所以就是有问题再偷偷扒一屋就别 从人民币涨跌撩到关渡平原开发 柯文哲感谢博学多文的李前总统愿意倾囊相受 李前总统也赞许柯改变台湾政治新面貌 他这次的选择是完全打破台湾的过去 这就是台湾将来要走的路方向 台湾不走这条路 特地台湾无法做 但我真是没发展 老百姓赢的不是民进党赢的 所以民进党和国民党应该好好地合作 为了台湾来改革来发表 坦诚每天晚上回家都很疲倦 客问着上任前最后两周 还是马不停蹄败回政治前辈 希望为千头万绪的台北市政做好准备 新唐也开电视赞一号张轩 台湾台北请到